爱琪琪 你听说没 你家姐夫刘昌盛 今天去翠芬家了 好几个小时才出来 接上集 小九拉着板车回家 路上遇到几个发小 这些发小中 有个叫江月的 是她的拜把兄弟 喜欢琪琪可说是到了风魔的地步 上一世 因为自己要跟琪琪离婚 逼得琪琪带零零跳舞 就是江月散尽家财 把他们救了回来 小九 走一起去水泥场看电影 顺便喝几杯叙叙酒 不了 我还得做饭给媳妇吃 下次吧 说吧 就拉着板车走了过去 什么 她要给媳妇做饭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她是这么说的 真是稀奇啊 小九居然要做饭给媳妇吃 人家疼媳妇呗 嘿 说这话不亏心吗 村里谁不知道 小九对媳妇最不好了 江月一直默不作声 目光看着那条小路上 正逗女儿玩耍的琪琪 足足看了好几分钟 江月才收回视线 落寞地说了句 走吧 哎 众发小都同情地看了眼江月 喜欢谁不行 偏偏喜欢琪琪 搞得自己很受伤 大家也都跟着尴尬 以前小九不喜欢琪琪 她还能看到点希望 现在人家正经过日子了 根本没她啥事了 小九回家将泥球从车里卸下来 煤桶都有几十斤 特别重 也不知媳妇是怎么搬到车上去的 想想都心疼 然后又把炭炉烧上热水 也会好让媳妇泡个澡姐姐吧 一路跑步去接妻女回家 回到家 琪琪洗澡 小九做晚饭 玲玲则在大门口 和小朋友们玩游戏 很快一桌子香喷喷的菜就做好了 麻辣豆腐 粉丝炖酥肉 手撕五香肉 肉上撒了几片花椒叶 实在是鲜香扑鼻 一家人吃得喜笑颜开 隔壁院子里 大股摔了筷子 舅舅家天天吃肉 我们为什么要喝韭菜汤 我不喝 自从舅舅离开这张餐桌 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她不服 等你爸爸赚了钱 你也天天吃肉 刘昌盛去进货了 看小九卖蜂蜜挣了钱 她也决定卖蜂蜜挣钱 所以把家里五百块钱的积蓄 全用来收购蜂蜜和蜂黄浆 陆美兰和丈母娘都支持她 她认为自己并不比小九差 这次非赚大钱不可 妈 你等一下一定让小九 把摊位让给她姐夫 陆美兰心里有些没底 只有踩在弟弟的肩上 她才能安心些 我现在就去 夏和花也不想喝韭菜汤 正好可以到儿子家 蹭点肉吃 夏和花亲手亲脚的 来到儿子家门口 顺着文缝往里看 见小九和七七非常恩爱 心里就非常反感 二嫂 你怎么站在外面 高春兰刚好路过 见夏和花拔门缝 好奇地问 夏和花知道高春兰是个大嘴巴 转身挡住门缝 故作无奈地摆摆手 别提了 家门不兴 这使得高春兰更加好奇 啥事 怎么了 她甚至都是自家人 不怕你消化 七七一天到晚 跟我儿子没来厌去 东寿东教地 我都不好意思进去 嘖嘖 高春兰撇撇嘴 阴阳怪气地说道 人家七七有手段 夏和花就像一把刀子 扎得夏和花心脏的血 别说一辈子没得到丈夫的疼爱了 她守一辈子活寡 谁信 嫂子 我可没说你哈 整个陆家村的夫妻 哪个不是打伙 凑合过日子 今天下午 几个水泥场的小伙 来找七七 见小九在家 又都走了 又折尸 夏和花眼前一亮 猛地想到一个好主意 这次她要好好筹划 非让七七滚蛋不可 夏和花推门走进院子 小九见母亲来了 也没说话 继续吃饭 七七依然保持礼数 邀请婆婆一起吃饭 羊儿子又什么用 夏和花紧盯着桌子上的饭菜 有什么事 尼姐夫 尽了五百块钱的蜂蜜 想要拿到城里卖 你把坦威 借她用几天 卖完就还给你 借给她 我怎么办 小九冷笑 偷肚兜的账还没算呢 他们怎么敢提这个要求 哎呀 看在我和尼姐弟分上 你就让尼姐夫这一回吧 让给她 也不是不行 卖蜂蜜的那个光头了 多次威胁我 不要在这里卖蜂蜜 我没听 估计这两天就要动手了 既然刘昌盛想当T字鬼 我也不好拦着 就算光头老不找查 刘昌盛也得再跟头 周围几个村的蜂蜂 都和我签了河头 刘昌盛怎么可能尽到纯怀蜜 小九考虑了片刻 点点头 行 借给她 小九 我就知道你有良心 夏和花这才放心的 拿起筷子去夹肉 琪琪有些担忧地看着小九 但对上丈夫坚毅的眼神 立刻有底了 这时大门又被推开了 阿春嫂带着三个孩子来了 见琪琪还在吃饭 立刻想回避 等你们吃好饭 我再来 一起吃点吧 小九热情地站起来 揪住阿春的儿子 放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吃好了 你们慢吃 那怎么好意思 这有什么 琪琪拉着阿春嫂坐下 阿春嫂也是聪明人 见夏和花一脸不高兴 反而不客气了 招呼自己的三个孩子吃 结果夏和花还没来得及加菜 桌上就被一扫而空了 小九是不是故意的 这些好菜宁愿给不想赶地人吃 也不给自己的外甥吃 遮香花嘛 夏和花愤然离去 阿春嫂这才说明来意 琪琪 我明天要去喝喜酒 没像样的衣服穿 想问你借一身 行 你跟我来吧 琪琪虽然平时穿的破旧 但还是有几件体面衣服的 这件裙子真漂亮 妙子也好 琪琪笑笑 眼里闪过一道甜蜜 这件是阿九前几天给我买的 你穿去吧 那不行 一看就贵 你男人对你真不赖 阿春嫂将裙子放下 拿起碎花挂子 这件借给我就行 爱琪琪 你听说没 你家姐夫刘昌盛 今天去翠芬家了 好几个小时才出来 真的 琪琪本来对吃瓜不感兴趣 但翠芬是路芭芭的娘 六婆的儿媳 六婆的娘家 和琪琪的娘家 是一个村的 按辈分 琪琪得喊六婆一声姑奶奶 所以路芭芭喊琪表姐 那还有假 两人早就好上了 这瓜咱可不能传 到时候伤了六婆和小凯 是啊 六婆人好 路芭芭这孩子虽说脾气冲动了点 但本质不坏 隔壁屋休息的小九 把两个女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唇角忍不住勾起冷笑 这个瓜是不能传 不过必须让他包熟 不然 怎么把刘昌盛这个马皇 赶出路家村 至于会不会伤到六婆和路芭芭 那是迟早的事 打从翠芬和刘昌盛 勾搭在一起的那刻开始 路芭芭和他颠路久久的脸就丢光了 好 好 好